這個貸款計算 這個範例的話 我想範例檔制這個問題11這個 這個的話把打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 開啟之後 那我們最後希望做出來的結構類似像這樣 這邊有一個 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可以把這個表單啟動 啟動之後的話 我們裡面會需要 做一個表單出來 第一個表單啟動之後 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計算跟銀行借款 比如說跟銀行借格500萬 500萬元 這個單位是萬元 然後利率的話大概現在是2%的利息 20年 那我會這邊的話 按開始計算 也就是說填入 總共需要填入三個資料包含 這三個 按下開始計算之後最後的結果 幫我把他這個地方顯示在這裡 結果寫在這裡 按開始計算之後的話 那結果呢 會有幾個動作就是按開始計算的時候 他會把這個每個月應該償還金額算出來 並且把那個利息償還金額也算 總共會償還這麼多錢 那實際上我跟銀行借500萬 那所以把 所有 存出來的金額再減掉500萬 也就是說 付的那個利息的金額 那會產生這五個欄位的資料 產生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我會希望 做個紀錄 那紀錄的話我們可以暫時存放在哪裡 存放在 這邊 有沒有 也就是說這邊的話呢 會 把剛剛的五個資料 幫我怎麼樣填到這邊當一筆 那也就是說每一次下一次如果說我要再計算的話一樣的到就是我這邊如果借1000萬 利息也一樣 那這邊利息是1.5 OK 按個開始計算 一樣的方式 也還是會增加一筆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是計算完這兩個之後順便把資料 給寫在這邊 那當然你也可以重新輸入把這邊都清空 另外 多一個按鈕這個按鈕就是最後 我們假設說我希望把最後的結果 計算的這一筆的結果怎麼樣呢 可以把它寫到 一個資料庫 也就是說資料庫裡面呢我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存放這些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新增過去早上講到查詢 那下午的話呢我們會再講有關 怎麼樣新增資料 到資料庫去基本上 流程好前面流程差不多 只有最後是一個違法 不太一樣 OK 那首先的話 再來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個邏輯大概是這樣 那這樣 正開始 最重要,吉 eclipse 很短 collector 男的